华为自驾小米支架 这表面上看是这个 为用户着想 看车里放一个这个手机支架 那个好不好方不方便的问题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啊 我更重视这个中国企业 这个原创性不被别人卡搏的 中国企业的智能先进程度 中国制造的腾肥 你别拿消费者当谎的 什么很多消费者 我看网上投票了啊 这个雷总发那个 很多消费者希望那个车顶上 有一个手机支架 那都是落后的合资车 日系车BBA等等的 才用手机支架 听明白吗 谁用手机架 我十几万几十万买辆车 都没有这个手机现金 我买的干啥呀 是不是 中国制造华为鸿蒙系统自动驾驶 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 加上中国创造 根本不需要在车内出现手机 完了还有的人说啊 什么演示又什么 那个啊 副驾驶看不到手机 你开车你看什么手机呀 啥叫演示 演示重要安全重要 啊 就是说到底 就是小米这个车啊 原创度不够 很多关键的这个技术和零物件 都是别人的 你是个组装厂 咱就说雷军这个偶像是柳传志这个事啊 不提这个事啊 说车啊 咱就说这个啊 为什么说这个手机飞得用指甲 那为什么 为什么说车里飞得用指甲 不就是你车机系统不够好吗 不够先进吗 还有你关键的车机系统芯片啥的 是不是也是采购的呀 假如我是说假设啊 不是说假设这件事正在发生 美国经常卡单膊的啊 小米汽车组装 很多那个零物件 这个关键的这个部分 都是外国制造 人家关键是个卡里脖的 你车还有没有收获服务了 你告诉我 你说呀 华为就不一样 鸿蒙系统原创的 不只是车载 这个车的鸿蒙系统 是不是比你强 我为什么不关心 说是什么客户 那客户你愿意买啥买啥 你这个不好 你可以买其他 你随便 但是中国车这个创造水平啊 原创水平领先全球 这个我关心的是 我关心的是中国制造腾肥 领先全球 什么客户不客户的 我又不是卖车的 你买不买啥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 坚决支持鸿蒙 坚决站在这个中国 这个大方向 中国创造引领世界 这个高度 至于你这个客户 你说有支架 好还有没有支架好 都是屁事 听懂吗 一定要分清轻重啊 再不是 从羊妹外 膝盖怎么那么软 都给我站起来